文 财经记者李扬 编辑 赵成 继一口气发布六款新车后 恒大汽车00708HK再一次在汽车圈刷屏 这一次曝光的是首款概念车横池一路跑视频 恒大汽车正在用真实产品回应业内的质疑 于热味消之际 恒大董事局主席许家印于12月7日8日 连续两天相继走访了恒大全球电池研究总院和恒大汽车全球研究总院 随后 其全球研究总院的高管阵容也露出了冰山一角 此前 店内普遍认为 在资本加持下 始终未见有顶级汽车人才加盟恒大汽车 同时 财经记者在查询过恒大汽车招聘信息后发现 从设计到研发 恒大汽车技术团队的空缺依旧较大 如今恒大不仅曝光了量产车路跑视频 研究团队也已浮出水面 不难看出 恒大造车的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按计划有序进行中 而这一次 许家印更是喊出了 到2025年产销100万辆2035年产销500万辆车的口号 按照今年8月恒大汽车披露的信息 即首款量产车预计明年上半年启动生产 下半年量产交付 然而 有恒大汽车内部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 目前 恒吃一上午交付时间表 双引号 研发团队曝光 恒大汽车能否吃透买买买的技术 12月7日下午 恒大董事局主席许家印来到了位于深圳的恒大全球电池研究院 视察了电池研发进展 并视频连线电池研究院日本分院 第二日 许家印又辗转上海 视察恒大汽车全球研究总院 据悉 恒大汽车全球研究总院下设有前瞻技术研究院 车车技术研究院 软件技术研究院等11个专业研究院 目前共计3200名科研人员 其中 研究总院院长兼前瞻技术研究院院长由原东风汽车研究院院长邦石担任 资料显示 邦石自1984年就任职于东风汽车工程研究院 2003年后一直担任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是汽车行业不折不扣的老人 此外 原美国福特汽车高级技术专家徐信仪 原上级电子电器高级专家宝卧汽车电子电器副院长李志刚 原西门子电动力总成高级专家 未来汽车电驱动总成技术总监装陶灰等行业顶尖专家 都已纳入恒大汽车灰下 事实上 许家印曾用一句话总结过恒大的造车之路 恒大要换到超车 总结起来就是买买买 和和和 圈圈圈 大大大 好好好 他还称 恒大造车路上有这么多龙头企业帮助 想不成功都很难 然而 在一些行业专家看来 却并非如此 恒大汽车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也没有强大的汽车知识积累 更没有掌握独立技术 其通过收购以拼图形式强行组合的模式 很容易被打碎 成连会秘书长崔东树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 不可否认 恒大若要吃透购买而来的技术 最重要的是要有足够强大的研发团队 将技术持续的更新迭代 而其此番披露的研发团队阵容 从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外界对其人才结构的质疑 不过 真正的技术能力 却很难用一串名单来衡量 最终仍要靠产品说话 资本不买账 恒大造车弥局代解 从恒时一路跑视频到研发团队的曝光 恒大汽车再次被推向了汽车行业的风口浪尖 然而 仍未度过量产节的恒大汽车在资本市场却一度遭遇尴尬局面 在许家印走访了位于深圳的恒大汽车全球电池研究院后 恒大汽车股价在12月8日9日连续两日 高开低走 显然 恒大汽车的这一波实力展示 并没有为其在资本市场上迎来更高的预期 事实上 恒大的造车局 仍然充满着不确定性 不是针对恒大 我绝不相信任何地产公司能够做好汽车 在地产界 跨界圈地已是常态 一位地产公司内部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 这并不是说房企跨界就是骗局 而是指只要房企通过产业拿了地 这份产业的结局就不重要了 因为已经稳赚不赔了 这样的心态下 往往很难做好实业 更何况是倒车 双引号 的确 没有破釜沉重的心态很难做好汽车 以新势力三强为力 店内一直由其各广为流传的梗 比如李斌为融资一夜白头 理想在沟通会上忍不住爆粗口等等 而那张李斌和小鹏理想三方聚首的合照 更是充满着苦涩甘酸的唏嘘 对恒大而言 不差钱一直是其为自身标榜的形象 但在造车意图上 始终没有看到恒大汽车的思考 定位和营销理念 能看到的只是一个覆盖顶级型 超豪华型 豪华型 尊享型 舒适型 经典型等全系列产品的笼统口号 在恒大汽车中期业绩发布会上 恒大汽车首席财务官潘大荣曾介绍 恒大集团2019年投入147亿元 2020年上半年投入30亿元 预计2020年下半年投入27亿元 2021年投入90亿元 不难算出 恒大集团目前对造车事业的总投入 预计将达到294亿 如此巨大投入 其造车意图早已明确 但对恒大汽车而言 能否造好车却仍是问号 对此 汽车行业分析师任万富向财经记者表示 恒大汽车的优势在于资金比较充足 但在缺乏技术积累 品牌影响力不足 洗不完等问题下 恒大能否造车成功还需要观察 双引号 而全联车商投资管理 北京有限公司总裁曹贺则认为 2023年会是一个节点 见识是逗号还是趣号 大抵会见分析 据悉 许家印与恒大汽车研究总院的座谈会上表示 恒大汽车研究总院克服了疫情带来的重重困难和挑战 在研发上取得了显著进展 这和大家的望我付出和努力是分不开的 大家辛苦了 听完大家的介绍后 我感到非常振奋 今日时间紧凑 下次我要花一整天时间来看你们的实验室 新能源汽车是智能出行的新物种 科技含量高 我坚信 在所有科学家和科研人员的努力拼搏下 我们一定能打造出享誉全世界的民族品牌 一定能实现到2025年产销100万辆 2035年产销500万辆的宏伟目标 双引号